中超联赛第二十二轮的比赛明天将全面开战 三个比赛日八场比赛 我们赛前前瞻的时候分成上下两部分 分别对四场比赛进行一下展望 今天我们先看看率先进行的比赛 苍州熊师主场对阵山东泰山的这场比赛 大家都知道李乔鹏携苍州熊师主场迎战老东家山东泰山 而现在两个球队现在的这种处境 大家都明白 山泰山八场比赛就赢了一场 这段时间的积分已经彻底 争冠无望 甚至说争似都变得越来越被动 那么崔康熙回到球队当中 能不能够扭转球队这段时间这种被动局面 那么就人员实用来说 山泰山很难 首先目前的球队当中 这个泽卡还不能够出战 那么前场依靠的外援依旧是卡扎伊什维利和克里桑 没有小摩托的这种穿插 前场整个的进攻显得过于单调 而且这两个人没有更多的侧应的情况下 这个会被别人重点的盯防 所以说这个山东泰山 这几轮比赛打的都显得特别的艰苦 那么上一轮比赛面对海港的时候 他利用前场这种人盯人的这种消耗战术 确实能够遏制住海港的进攻 但是这些东西就是杀低八百可能自损一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这种盯人的战术是极其消耗体能 除非你说你替补阵容 非常的这种接近于主力阵容这样的人员安排 能够可以通过人员的轮换 保持住场上这种盯人的这种强度 要不然的话你打到六起十分之后啊 就随着体能下降 盯人战术就慢慢的被人彻底瓦解掉了 上一场海港打山东就是这样的例子啊 但是那个山东啊 这轮比赛他面对这个仓州雄狮的时候 我觉得这套战术呢 反而会容易奏效 一个是呢仓州雄狮十六轮不胜啊 他在保极度上现在是岌岌可危 那么对于仓州来说 这轮比赛的主场是一定是要拿分的 上一场比赛做客青岛和现岸 最终是这个握手言和啊 我就觉得非常的不解渴 仓州想要保极 主场一定要内拼每个对手 那么客场呢要玩命的拿分 面对保极球队啊 客场也要玩命拿分 不然的话你从哪去取分呢 下一轮的比赛 那么是这种保极之间的这种这个内战 那更为关键 所以我就觉得仓州这场比赛 即使主场想拿分也要想一想 是不是要留点体能 留点这种这个精气神 拼下场的保极大战呢 但是主场输不得了 那么这场比赛呢仓州呢 我个人感觉啊 依旧还是一个这个防守反击的态势 利用前场这个奥斯卡 这个索罗门和这个艾威尔 那么打这个反击战术 中场这块现在看啊 这个朱可夫的调度啊 和这种拦截 包括这种大范围的转移 做的还是不错 但是就一点 朱可夫这一点 很容易被对方啊 重点盯防 掐死 这一掐死呢 球队整个的这种转换 就显得非常的被动 目前来看呢 就仓州的防线问题 就是这个新来的这个外援 我觉得奥比勒耶 并不比这个速度更好的 做了这种拦截和上抢 反而呢 我觉得在正面防守当中啊 这个移动慢 暴露出来很大的问题 所以仓州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其实主场 想拦住山东很难 接下来的 山东因为连续的 这个12天比赛有4场 这个有足鞋杯的比赛 有亚冠的这种资格赛 再加上两轮的联赛 确实啊 对球队他说消耗很大 那么这场比赛 他需要做的就是 抢开局 尽快的这个确定 比赛的这种这个胜出手 然后呢 这个减轻体能上的那种消耗 毕竟啊 就是这个翠刚熙 现在这种打法 人丁人的这种前场高位逼抢 对体能消耗很大 那么球队呢 如果说再出现更多的那种伤病 那就麻烦了 所以现在呢 他需要轮换更多的年轻人在中场 你包括谢温能啊 陈朴啊 还有这个 很多的赵建飞这样的年轻球员 应该给更多的机会 包括买乌郎他们 这些年轻人 我觉得在高位逼抢当中 他们呢 可以在轮换当中 支撑住球队的战略体系 看好啊 山东这场比赛 课场拿三分 另外一场比赛呢 就是深圳 在主场对成都融成 上一场深圳呢 这个在课上啊 是大败于这个武汉 也是因为武汉确实反击战术 打得非常的奏效 在中场这种转换当中 打得干净利索 在个这种高温天气下 这个若卡这一级之力啊 整个是改变了场上的战局 其实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成都反而容易打 就是因为啊 深圳呢 这套战术打法 他向前的意识更强 而且呢 这种拼抢的硬度啊 并不像其他的球队呢 那么狠 技术球员为主的深圳队 那这场比赛呢 这个小迪亚哥 是最后一场停赛 那么依旧不能上场比赛 前场更多的应该依靠啊 还是球队的大迪亚哥 和埃德加西亚 埃德加西亚上场比赛受伤 这场比赛能不能够出战啊 还是个问号 那么能够给成都的后防线 尤其是打身后球 能够做好冲击的 就是拜克拉姆 利用好身后球啊 这个空档 然后呢 去冲击对方 可能是深圳最好的选择 如果安不就班的 和对方打这个阵地战 打对攻的话 深圳呢 我觉得会输得很惨 在中场转换当中 他没有成都啊 做的更快更有效 而现在这个菲利贝 在前面一钉 基本上就把这个 杜加利奇这个防守点 彻底吸引住了 李治他们如果想上上 那就会很容易 在这个边路啊 被啊 人家抓个正招 就是现在啊 球队打的正性的 就是古尔芬克尔的左边 唐淼的右边 那胡和涛现在受伤 那么就唐淼打的更多 他们上去之后 这种传终 和这个队球队的 拉扯的压迫 再一个呢 就是球队现在 中场基因的队员 不管是周定阳 还是干超 我觉得这个 在基因侧影当中的时候 都能够给对方 连续的施压 那么罗木洛呢 就有更好的 这种调度空间 因为他这个 有很多人啊 在横向的这种 跑背 拉碰单 所以这个战术转换当中 成都现在就是 不要控球率 要的更多都是 转换的这种 快速有效 上去就形成 这种多点的这种压迫 确实上场比赛 也奏效了 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在转换当中 成都的这些 这种特点呢 还会展现出来 看看莱切特啊 能不能够在 深圳这样的高温天气下 依旧啊 这个状态有猛啊 从后排插上 到前场接应 而且还能够 形成反击点 这个中后背啊 确实是带刀 而且不是一把刀啊 看好成都这场比赛呢 继续拿三分 稳固着自己 第三的位置 另外就是海港主场 对梅州客家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胜负悬念并不大 关键一点在于 海港下一轮比赛 要面对的是 上海滩的得比战 所以说呢 球队呢 尽量要保留好 自己的实力 尤其是双后腰 目前球队的两个后腰啊 如萨和切雅蒂尼呢 都是有三张黄牌 那么这场比赛 如果在拼场当中 再出现了黄牌的情况 那么下场的得比战 就无法这个 全主力出战了 所以对于海港来说 这场比赛呢 要留这个神 在中场当中 轮软当中 更多的去做好保护 让齐塔迪尼和如萨 不要面对对方的这种 这个压上的时候 用他们去拦截 可能真的会出问题 上场比赛 如萨 一得牌 这个穆斯卡特 赶紧把他换下 就怕再出现问题的话 后面就会被动了 你能够五百元 一直全力出战的情况下 那是什么诚 是吧 身花就饱受 外园 这个总是阴伤 或者是因为这个黄牌停赛 不能够凑齐 这样的困扰 那么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客场作战的 梅州客家 意味着这场比赛呢 田子义和廖军健 也同样要这个四皇停赛 那么对球队前场进攻点上面 多少啊 我觉得影响一些 再一个呢 就是梅州客家 上一场主场比赛 能够啃向三分 这就是他的明确的战略策略 要保急 打好主场战 再一个就是打好啊 这种保急球队之间的这种对抗 那么对于海港这样的比赛 尤其客场作战 做多更多的这种无谓的消耗 可能我觉得不是 李斯蒂奇最好的选择 而且呢 球队在后续比赛当中 下一轮 就是这种保急生死战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 梅州客家 不会 这个全力去阻击 这个海港 海港基本上 这场比赛会是一个 孤独求败的状态啊 那么 另外一场比赛呢 应该说就是 第二关键的 青刀海牛 主场队河南 河南上一场比赛呢 这个侥幸拿到一分呢 这个在南通啊 这个是死里逃生 最后时刻 这个第103分钟 是 这个南通的队员 自摆乌龙 才送了他一分 但是上场比赛 河南确实打得 非常的不好 这个战术啊 当中啊 把自己的一些弱点暴露出来 反而呢 让自己的很多的一些长项 没有充分展现 那个进攻当中 也没有把对方压迫住 反而让对方呢 不断的给自己啊 这个制造问题 那么让对方呢 压着在后场打 这个不像河南啊 最近比赛 你说连续八上比赛 拿着五上胜利之后啊 球地蹭蹭蹭 都串到了第七 难道不想再更进一步吗 是吧 现在就有点这个 这个骄傲了 这个 哎呀 让我对 南极一啊 这个 要重新认识啊 球体应该一鼓作气啊 是往上冲啊 对吧 你把 就球体今年经历了 大起大落 那么再能够冲一冲 也算是一个完美收官 看看河南这场比赛啊 能不能够阻击 这个情德海牛 但是河南这场比赛呢 也会有遇到更多的困难 一个是阿进铺 停赛四场 然后下面这场比赛 打不了 都是这面对保际球队的时候 打不了 第二个呢 就是德尼奇 也是四皇停赛 那对球队来说 这都是损失 那么前场进攻点 缺了两个关键人物啊 那么在前场进攻当中 科维奇 加着纳萨里奥 更多的应该启用年轻人 启用国内球员 我觉得球队在进攻当中 可能更多人会倚仗 黄子昌和冯伯源 加上这个科维奇 在前场形成进攻线 然后呢 纳萨里奥呢 在中场去调度组织 王上元 他们在后场啊 这种向前侧赢 后防线上 我觉得现在的河南 还好一些 并不是像之前 这个漏洞百出的情况 当然这场比赛呢 面对的是海牛的这个进攻线 上一场比赛海牛 这个3比4输给了浙江 这个反击策略当中 其实打得也不错 关键就是海牛啊 在主场比克上啊 打的这个攻守当中 应该说啊 三条线保持的更好 而且后防线 这个向前的意识呢 更强一些 这场比赛海牛啊 依旧啊 还是依靠前场的 这几个进攻点 萨里奇的在中场 这种转移 和这个关键球的这种 传球是最关键的 再一个呢 就是康瓜的边路的这种拉扯 利用好这些点 把空间给做出来之后呢 为伯阿基耶 制造这个得分机会 确实上场比赛 伯阿基耶呢 也表现得非常的好 但是现在就感觉 球队当中啊 这个就在最关键 要换人的时候 迭哥那个进球啊 改变了球队 整个的这种策略安排 亚森可能觉得 迭哥还挺好用 如果说你从巴甲 转来那个 梅林顿啊 直接留在球队当中 我觉得会比迭哥 在中场的这种 突破呀 拿球啊 甚至说在中场 这种串联当中 会更好一些 现在比赛打着打着 你会发现 前场的就是外援当中 这个迭哥 有点就是隐身了 是吧 除了萨里奇 就是你前面看到的 就康瓜和伯阿基耶 所以这个 球队这个 你说下窗 你刚牵来的球员 最后没用 又给租出去了 这个海牛的这个操作呢 我没看懂 但这场比赛呢 海牛主场也是要拿分 尽快的拿分 而且呢 确保球队呢 尽快的上岸 是至关重要 所以海牛这场比赛呢 我倒觉得啊 在竹上作战 球队呢 这种战术转换当中 然后会向前打得更坚决一些 毕竟啊 河南呢 这场比赛 因为攻击线上缺人 他不会啊 这个压得特别狠 一旦压出来之后呢 他这个后方线上 这个空单 这个伯阿基耶 就能钻 伯阿基耶 当然像河南的这个 这个防守啊 尤其麦达纳 你能够上前去助攻 你这样的话呢 对他的盯防就少了很多 是吧 康瓜呢 在前场冲击当中 也会得到这个 很好的这种空间上 首先在空间上 争夺上 占于优势 所以这场比赛 我看好啊 这个海牛啊 在主场啊 这场比赛 真的有希望拿三分 这就是 先前进行的四场比赛呢 一个小分析 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那么后面的四场比赛呢 我们稍后啊 再给大家一块的分享 谢谢大家